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,中国女星程丽莎曾演出《太祖密室》、《大码头》等电视剧,与同为演员的郭教东于2007年步入礼堂。 近期夫妻俩一同参加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,最新一期节目中程丽莎谈论自己的爱情观,引起论战。 程丽莎在节目中玩真心话大冒险,她抽到我养你是蜜糖还是匕首的题目,她秒答,蜜糖,并坦诚自己一直被老公养,还说,女人一定要花男人的钱才能觉得自己被爱。 更透露于老公领结婚证后对方就把银行卡交给她,说所有的钱都在里面,郭小冬表示在他的观念中婚后男人就该把钱都交给女人,更说,爱就应该用力地爱,养就该彻底地养。 节目播出后掀起热烈讨论,不少人都认为程丽莎遇到了一个好男人,并说女人要的不是钱而是一句承诺,而男人也喜欢依赖他们的女人,不过也有网友不认同,表示那男人也该花女人的钱才叫被爱,什么年代了女人还活得那么窝囊,好像没有男人步行一样。 程丽莎,左,与郭小冬,翻设字程丽莎微博,程丽莎,左,认为女人花男人的钱才是被爱。 翻设字秒拍,郭小冬表示婚后男人该把钱给女人,翻设字秒拍。